大家好,刚才看到了一条新闻 中印举行了军长级会晤 在昨天的晚上22号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外交部 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对外发布的消息 有记者提问 22号,印度军方消息人士称 印中当日举行了11个小时的军长级会议 双方就当前的边境事态交换了意见 中方能否证实并提供有关信息 11个小时,相当漫长 看来里面要谈的东西非常多 或者说双方的意见相左 可能是需要长时间的沟通 赵立坚证实6月22号 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 举行了第二次军长级会晤 这也是6月15号加勒万河谷事件后 发生的首次军长级的会晤 此次会晤举行表明中印双方希望通过对话磋商 妥善处理分歧管控事态缓和局势 会晤期间,双方在第一次军长级会晤共识的基础上 就当前边境管控突出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 同意采取必要措施 推动时代降温 双方还同意将保持对话 共同致力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这个就是中方的回应 非常的,怎么说呢 非常的格式化 非常的格式化 里边并没有突出特别多的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印方 印方的表态 据今日印度6月22号报道 6月22号印度第14军司令辛格中将 辛格中将啊 我记得那个国防部长是不是也叫辛格呀 然后呢 与中国南疆军区司令柳林少将 在丘术尔地区中国一侧的莫尔多举行会谈 会谈于6月22号中午11点半开始 一直到晚上11点半结束 这个,我这12个小时了 印度报道这差不多开会开了12个小时 那么路透社呢 22号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称 印度方面敦促中国撤兵 将士兵人数减至4月10的水平 据今日印度透露 印方要求中国军队撤回5月4号以前的控制线 印度要求中国提交从这个实际控制线地区撤军的时间表 说白了就是不仅印度要求中国撤兵 而且要求中国提出一个时间表 报道称这是中印第二轮总指挥级别的会谈 柳林与辛格的上一次会晤是在6月6号 谈判结果是双方同意通过和平谈判处理边境争端 但是呢 谈判结束后的一周多时间 然后就发生了那个6月15号的边境冲突 冲突之后呢 双方在3500公里边界沿线大大加强的部署 6月21号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这个辛格不是刚才那个辛格啊 国防参谋长拉瓦特和三名陆军参谋长的会议上 军方决定改变在实际控制线与中国的接触规则 战场指挥官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批准使用枪支 然后呢 对峙中军队指挥官有充分的自由 在战术行动中使用其他 使用他指挥下的任何工具 也包括了开枪嘛 就是意思啊 过去一周 印度军队已经向边境沿线地区 增派了数千名士兵 15号呢 这次冲突造成了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 印度高层19号表示 中方指挥官和副指挥官也在这起冲突中丧生 但此事未经中方的确认 我们总结一下啊 就是昨天 中印的接触 军长级的接触 是在6月15号发生边境冲突之后的第一次军长级冲突 谈了大概11-12个小时 因为我后面说的是据印度的报道 大家知道印度的媒体呢 基本上都是 就是在对待这个事情上 他对内宣传的时候 肯定会分享强势啊 既要求中国撤兵 又要求中国提供撤军的时间表 但是呢 这个赵立坚的那个外交部记者会他都没有透露中方对印方的要求 但是呢你可以根据这个11-12个小时的这个谈判过程 我相信这个肯定不是一方对一方的要求啊 一方单一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要求 肯定是一个双方有一个拉锯战 对吧 双方互相妥协 就目前来讲呢 因为呢最后的这个会谈的结果 没有一个定论 目前来讲啊 然后呢他不是同意了吗 说继续保持接触 要接着谈 看来呢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印度如果说据印度媒体真正的报道的这个内容属实的话 看来印度这次还挺 还挺强硬 当然印度会说是因为中 因为中方是在6月15号之前 这个在边境加强了部署 才导致了6月15号那次的冲突 但是呢 这个比较矛盾的就是因为6月6号已经谈过一次了 6月6号那个军长级会晤已经谈过一次了 那次谈完之后呢 好像双方并没有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分歧 但是6月15号就发生了这个冲突 所以这个比较诡异啊 这个比较诡异 总之吧 传承22号谈了11个小时的这个会谈 我看也是谈了一半 双方各自提要求 双方把自己的这个 对对方的这个要求都提出来了 当场呢 可能也未必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可能还要回去之后 我要跟上级要 要汇报吧 我猜啊 所以我这个事情的话 看来没那么快也会结束 看接下来这个军长级会晤 接下来会怎么谈 我们就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动态吧 我猜就好了 我猜就把你做到这边了 我猜就把你做到这边了